所以骨灰海藏对死人和后人有没有影响?影响很大 一个人没有修炼成功,他的尸体和骨灰上就全息携带着今生剩余的生命光 这叫灵光 在佛法中强调灵光收拾圆满使成佛 说是在我们汉地特别重视坟地建设 那么注意入土为安 那么我们诅咒人都说诅咒他死五葬身之地 但是今天很多人类真的死五葬身之地 只能放在骨灰翁里放在骨灰塔上 入土为安 你即便放在骨灰塔也要选择地下室 就是在地面层次以下的位置 不可以在地面以上暴露在阳世间的阳性能量中 那祖先是不安的 入土为安嘛 那么目的为什么要入土为安 是保留尸体上的那一点灵光不再散 因为在尸体上我们还有一个神叫守施鬼 守施鬼它是携带着一些我们残余的生命的 我们人体有三魂 天魂来自宇宙虚空 地魂来自我们脚下的地球 人魂来自父亲母亲给你的父亲母血成就的肉身 所以这三魂七魄是真实的生命体 死后天魂回天 所以我们说人死谁谁谁死了 他回天了 这是真实的 还有一个爽灵叫地魂要入地府 找阎王报道 安排他下一世的转世 人的下一世的转世 只有两魂参与 就是天魂跟地魂的参与 因为下一世的父母是新的父母 新的生命体的人魂要靠他新生父母再给他一次 那么这一世的幽精变成守施鬼 守在他的骨头跟骨灰上面 那么要把他妥善安置 这个灵光保存的时间就长 等待着你某一世修炼 自己再回到人间来收拾尸体或者灵骨上的骨灰上的这一点灵光 这就叫收拾灵光圆满是成佛 所以一个修行者到了一个时候 师父会安排你到世界各地游方 游方的目的都是要去收拾你曾经某一个时空在那生活过的 遗留在那里的尸体上的那一点灵光 就像吸铁石一样要把铁钉一点一点的都吸回来 吸到圆满了 灵光圆满了 你就成佛了 我的师父熊春景教授在栽培我的时候 他就指点我 你今年要到江苏走一趟 你明年要到陕西走一趟 你哪一年你要到青海走一趟 哪一年后来师父就亲自带着我去希腊走了一趟 到希腊以后我到了雅得纳神庙 到了周四神庙在那大哭一场 自己看到自己过去世几千年前在那作恶多端 一些影像忏悔 最后灵光收回来了 因为你要把那一世的业障清掉 还掉那个债 你才能够收拾自己的灵光回来 人家才放你的灵光 所以我们传统的修道 不能一师成就者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尸体 那么不修炼的师素人 他为什么要留后人在人间 也是为了他的后人修炼 到一个层次能成磁铁的时候 帮他吸灰那个灵光 或者他某一世转世 自己修成在自己来收拾灵光 靠后代子孙妥善保管他的遗体 和遗骨 今天我们不懂阴阳界的规则 不懂三魂七魄的真实现 所以是号召什么 灑在大海里 灑在树林里 这叫不孝之子 为什么不孝 以前是把自己的仇人错骨扬灰 以前都是全尸安葬 然后 那么对有仇的人要把它挖出来 然后把它烧了 烧了以后 戏骨还要砸碎了 错骨扬灰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永远不能成佛 这是一种诅咒 那今天我们很多儿女 就在诅咒自己的父母 诅咒自己的亲人 把他撒到大海里了 把他撒到这个树林里当肥料了 这是不孝之子 这是仇人 把自己的父母 把自己的长辈 当仇人对待的方法 所以大家要懂其中的科学道理 所以不要打着环保的旗号 去破坏人灵光圆满的成佑 那有的人说 那老师我这有的已经撒了 有的已经什么 这怎么办 也有办法 好好跟老师修 修大圆满法 修空性正见 当你修到心中心 最后要圆满的时候 宇宙近虚空法界 都要回归你的那个点的时候 你撒在大海里的灵光 也可以收回来 那么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大不了 相当大 隔代影响 爷爷一定会影响孙子 我的徒弟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案例 他这个当时不认识我 后来才认识我 他给父亲选择了海葬 父亲八难横死 年纪轻轻得病死了 他就选择海葬 就把骨灰尘到海里去了 结果他尘到海里以后 家里整天湿漉漉的 就是他活的那个空间 就湿漉漉的 他的女儿也得风事 家里也是到处的出事 母亲也生病 后来认识我 就后悔 悔之完 因为他骨灰已经沉在海里面 他还是整潭 海葬适合什么人呢 适合海上生活的局面 比方说渔民啊 海军战士啊 这些都适合海葬 为什么 他们有这个抗风式的能力 你陆地生活的人 千万不要选择海葬 这个受不了 家人也受不了 因为你遗传基因里 没有这个抗风式的能力 所以这些都是科学的全息道理